鄭導演合作了幾次 這次的命案是否最辛苦 這次是辛苦的 因為這次是沒有劇本 去到現場 還有很多術語我一定要念 情緒上都是 100分鐘內 有90分鐘都是不正常的 基本上都是像瘋人講正常話 是 是被劇本和導演逼食 是 有沒有辦法 因為現場收劇本 但很多前問後問 我又不是很清楚 但是又要必須疏理 那種壓力很大 還有因為這次最有趣的地方 是一個叫做 瘋瘋癲癲的人講 疑似很正常的說話 這個就要幾考牌 我覺得自己 鄭導演說有一個 在天台拍了53個 是 沒錯 肯定就是Ending那場 因為大家都覺得 好像不是最滿意 我自己都是有一些 當時拍到都是幾 幾洩氣的 其實 因為你拍了很多剪 都未必是如大家所想 變成不停的retake 不停的retake 其實也是分開 不是一天拍完的 因為其實我拍到都聲沙 休息幾天之後再拍過 其實那個過程是很辛苦 但是最後現在這個版本 大家接受得是最好 有沒有剪影以來最多的 是呀 最多的 因為基本上我們很多時候 一剔起兩剔子 但是這次 因為它有幾個版本 和Ending有幾個版本 這次就是其中一個版本 因為有一個就是 更誇張的 他要我笑了差不多 超過五分鐘 對著天笑 但是要我哭的 即是一邊流眼 是呀 其實拍了 其實拍了 就是看完朵花 之後回頭看著天 就是一邊笑著一邊哭 那那個take 是最 那個是更辛苦的那個 其實這個已經很舒服 我覺得 有沒有用到 就是沒有用到我才慘 是呀 即是氣死我 為什麼不用那個take 但是當他們有自己的想法 包括監製呀 編劇呀 他們都想表達的意思 就是那樣東西 你有沒有拍到 有些發瘋氣 就是拍到的 那又不會 但是會覺得是 整個人比較是 好像一個洩氣公仔 那樣 就是會覺得 唉 已經瘋了 但是 這個課題太大了 因為講天命這件事 都不會 都不會有那些情緒的 就是反而怎樣 就是讓他覺得是 他要收貨 你拍這個電影 是自己 有沒有覺得精神 有些異常的 聽到這個電話 已經不正常了 鄭寶瑞找你 你就不放正常去哪裡了 很重的答應 不是 因為 他有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本身 我經常都說 其實鄭寶瑞 是不是有童年陰影呢 為什麼經常拍的東西 都這麼爆 但是我又覺得 是一個 對於原來講 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希望他公開 就是 我不知道他現在到時 會不會有第二個Cut 第三個Cut 希望他可以 給我那個版本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